刚刚我们对变量声明做了一些阐述 咱们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可以补给它指定类型 它会自动推展出类型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Skela类型有多少 Skela类型有几种 Skela的直类型有7种 哪7种 咱们看一下 Skela的直类型有7种 哪7种 首先有一个byte类型 字节 还有什么 什么呢 Chart 还有Short 也有Short类型 接下来有Int类型 还有Long类型 除了这个还有蝴蝶类型 Float 当然还有Double类型 这7种类型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Java里面是每个值类型都有一个包装类型 比如说Int有一个Int类型对应的 在这儿是Skela的语言里面是没有引用类型的 5引用类型 Skela语言里面没有引用类型 这是指的是7种值类型 除了值类型还有引用类型 比如说Stree就是引用类型 还有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些类 那内种类型也属于引用类型 这是关于这几种类型 接下来我们看条件表达式 那条件表达式 怎么声明呢 首先我们来一个变量 变量 X等于一个 比如说X等于3 你会发现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根本不用后边加分号是吧 这也是Skela一个特点 这个和Python语言的表现方式是极其相似的 当然你如果要加分号也可以 接下来我给它来一个条件 把这个条件直接复制到一个 复制到一个变量 E负X大于1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else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这直接给E 我们已经显示出结果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因为这个X等于3 它当然是大于1的 所以说它给我们返回的是这个结果 1这个结果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条件表达式 最普通的条件表达式 就是右边这个条件表达式 肯定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结果呢会复制给前面这个Y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你这个以VAL修饰的这个变量 它不是不可变的吗 为什么后边有一个条件表达式 那你想一想啊 一定不要被误导了 它后边这个条件表达式 在执行以后 它肯定是给的一个值 它并不会变化是吧 它并没有去变化 肯定得到是一个某一个值 然后附给前面这个Y 这是不冲突的啊 那除了这种表达方式呢 还有一种可以返回多种类型的 这个在Java里边是做不到的 那比如说VALT等于 一幅X大于1的情况下 那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呃 else 否则呢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字幕串 error 看下这个结果 它返回的是一个1是吧 那如果我改一下啊 如果X小于1的情况下 我给你返回1 否则我就会返回字幕串 它当然也可以给我们返回一个字幕串 error 这是可以支持多种类型的返回 那这种方式叫混合类型的表达式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可以不用else 直接给它一个VAL 那比如说给一个A VALA E等于一幅X小于1 那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直接回车 那你看它当然不是小于 因为它等于3嘛 它直接给你返回一个空 直接返回空 它在编译的过程呢 它就认为你后边有一个else 只不过else里边是 直接给你返回一个空的类型 那你看这个类型是什么呢 ANY VALUE 这种类型 这也是SKALA里边的一个类型 ANY VALUE 那在这我们提一句 在Java译言里边 所有类型的积累 我们称它为object的类型 有一个object的积累 那在SKALA里边 所有类型的积累是ANY 类型 当然上边这个条件表达是相当于是这样的 相当于这样 就是我直接用上边吧 就是相当于 else 直接给你一个空的小组号 是这样的 一模一样 当然呢 除了这些if else 当然也可以加一个什么 else if 比如说 VLB 等于 if x x 小于1的情况下 大于1吧 大于1的情况下 那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否则 else if x 小于 1的情况下 那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1 else 返回一个 0 这么一个表达式 也可以用else if 那最后结果呢 肯定是 返回一个1 那这点呢 关于else if 是和Java里边是一模一样的 好呢 关于这个条件表达 事实也就是这么多 因为这个简单 需要再说一点点 就是这个else else你看它后边是加一个小括号 它其实这也是一种类型 这种类型呢 我们被在这呢 称呼它unit类型 unit类型 在scala语言里边有这么一个类型 unit类型 其实就相当于Java的什么类型 就是 void的类型 那你在生命方法的时候 那用void的修饰 那是不是就是 没有返回 其实 严格来说 它并不是没有返回 返回的就是一个空嘛 可以 看作是返回一个空 那在这就是用这个小括号来表达 是这样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